的确一旦有得奖的加持 销售量通常都会一飞冲颠 最近普里镇甄选具有地方特色的伴手里 就吸引了24家厂商端出31件的产品来报名 政公所邀请专家学者、观光产业代表 还有里长组成了评选委员会 最后选出10件 而其中以农产加工品占最多数 而荣获第一名的就是当地最知名的产业 叫白笋 经过一个多钟头的评选过程 评审正式宣布获选名单 第一名正式铺里最大宗农产角白笋 不过可不是生新的角白笋 而是利用角白笋加工之后 所生产的加工食品 还是要用在地的元素 所以地方特色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就是你的整个包装设计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运输 还有一些故事性 以蒲里的这个角白笋第一名为例 你看它的包装造型就是一个角白笋的造型 这个造型充分的代表蒲里的这个角白笋的意象 这样的伴手里充分的代表我们蒲里的地方的一个特性 或第二名的是蜂蜜 第三名则是百香果凤梨酥 其他入选十大伴手里的产品也以农产加工食品居多 蒲里正公所征选蒲里十大伴手里 上午邀请专家学者 地方产业代表以及里长 还有公所及县湖人员组成评审团 就24家厂商报名的31件商品进行评选 评审逐一审视产品包装 内容介绍 还要市场产品的风味 评审团总召郑建雄指出 整体而言 参加征选的商品 不论各项条件都相当具有水准 总体我觉得已经在礼品里面 已经是超水准了 这个就是能够因应我们当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来发展成伴手里 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这个伴手里有的都已经很成熟了 很成熟就是你跟外面的商品比较起来 都不会逊色 一直都没有整合 一直没有代表性的伴手里 我们都期盼 经由这一次的十大伴手里的产生 能够带动地方所有的产业观观发展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普里镇的伴手里是非常丰富的 普里镇公所指出 获选产品将则日举办公开发表会 正式向各界推荐 最有普里在地特色精致的好礼 也欢迎游客来到普里 别忘了将普里最优质的好礼带回家 记者王昭盛南投县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